Sample paper 第三條 Factorization 題目 有兩部分的 第一個A part 要Factorize 題目是3m²-mn-2n² 這個很standard quadratic equation 的題目 Factorize 成為兩個角戶 知道每個角戶都有m和n兩個Term 兩個Term乘兩個Term有四個Term 然後中間m和n的Term加起來就剩下三個Term 第一就是看回m²的Coeficent是3 3就是另外一個Factor是1 所以一邊是3一邊是1 問題就是n²的Coeficent是-2 那負2呢 是-2乘1 或者是-2乘1 然後我們就測試一下 究竟3m是-2乘1 2乘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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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-2 2乘1 3-2 3-2 2-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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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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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乘1 2-2 3m 2m 3m 2-2m 2-2m 3-2m 3m 和題目不相符,所以錯了 我們要測試第二個 3m加2 乘m-n 中間的一個就是 2n 中間的一個就是 2mn 這裡3m乘-n 就是-3mn 得出來就是 -mn 所以正義 一個就是-n 做完第一部分 B part就是要用回 A part的答案 題目是 3m square -mn -2n 2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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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n